譬如說像這個 這個你不要看它大 買回去沒用 它全部都是殼和水 看起來就很瘦 但這個 黃黃的就比較肥 這個就很瘦 不用去捏了 空腹有點辛苦嘛 大家在那邊坐喝水 睡覺幹嘛的 他們在那邊忙來忙去 所以大家有遊坐飛機啊 可以跟他們空腹的人出一聲細心 美松山機場呢 機器請安全帶燈會溪溫 哈囉大家好我是兒女 秋天又到了 又到了螃蟹肥美的季節 澎湖和台灣最常見的螃蟹 就是石蟹、三點蟹和花蟹 酒蟹、三百蟹和花蟹 那其他還有什麼沙公、沙母、紅蟹 那個我們就先不提 因為平常一般人要買到那個也不容易 那當然在花東那邊還有牛角蟹 我們上一集去大西有拍過 那常見的這三種螃蟹 最推薦大家買的就是石蟹 因為石蟹它價錢不貴 而且是這三種裡面最好的挑選 因為它通常都很肥啊 要怎麼挑很簡單 你只要挑是活的 或者是新鮮的就可以啦 買石蟹回去很少有瘦的石蟹 那其中我個人比較不推薦 或者是必須要特別小心的就是花蟹 因為花蟹的價錢比較貴 而且你已經沒挑好 可能會挑那種瘦的花蟹 就打開啊 裡面沒什麼肉 全部都是海水 肉吃起來又糊糊啊 如果挑到瘦的花蟹的話 很常會發生這種事情 那花蟹也算是比較難挑的 簡單跟大家講一下 你要把那隻花蟹整個拿起來 看一下它兩隻熬的那個殼 是不是鬆鬆的 就壓起來好像那個塑膠的感覺一樣 或者是你整隻拿起來 感覺很大一隻 但卻沒多重 通常那種就是瘦的啦 花大錢把它買回去也沒用 因為打開了整隻都是水 比較不建議啊 那再來第三種就是薩蟹 薩蟹也蠻推薦的 因為薩蟹相對花蟹來說 它比較不會那麼貴 而且三點蟹也蠻好挑的喔 我們看一下 譬如說像這隻 你看看 這種就是 這種螃蟹比較便宜 它這個邊邊角角 這一邊黃黃的 這個 就代表說它是比較肥的 這坨三點蟹就好看很多啦 像這個 這種 後面角角不是黃黃的這種 這種裡面就比較肥 像這種就很瘦啦 譬如說像這個 這個你不要看它大喔 買這個回去沒用 它全部都是殼啊 和水 看起來就很瘦 挑三點蟹很好挑 就是那個蟹殼 背殼的兩端尖尖的 如果看到它有黃黃的呢 橘橘黃黃的顏色 就代表這隻通常都滿肥的 要嘛就是它蟹肉比較飽滿 不然的話就是它蟹膏很多 算是比較容易挑的 如果你拿起來 像我剛剛影片那種 整隻鬆鬆的那種 那種也不用買了 浪費錢去買那個蟹殼 回去做紀念而已啊 冷凍螃蟹 一般去超市 或者是你去漁港買 要買回家吃的話 就會遇到螃蟹要冷凍的這個問題 冷凍螃蟹 我一律推薦是熟動的喔 就不要生動 因為我們老一輩有一句話嘛 就說 意思就是說螃蟹不能冰 冰了 它就第一個會濕甜 第二個之後吃起來就會糊糊 整隻水水的那種感覺 很奇怪喔 其他的海鮮比較少會這樣子 譬如說蝦子啊 小管 通常都滿耐動的 但就唯獨這個螃蟹 非常不耐動 逼不得要動的話 你一定要蒸熟之後再冷凍 或者如果去外面超市 看到螃蟹的話呢 我個人也是比較推薦買熟動的 那螃蟹雖然好吃 但是吃螃蟹 我還是要再三提醒大家 螃蟹過敏的這個問題 我個人是除非親眼看到螃蟹烹飪之前的樣子 確認它夠新鮮 或者是活的 我才會去吃它 不然的話我是盡量不吃 這是我個人的經驗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小時候到長大 算是吃過很多很多螃蟹啦 我自認為對螃蟹是沒有過敏的喔 大概10年前左右吧 有一次有人請客 去澎湖一間 蠻不錯的海鮮餐廳吃飯 裡面裝潢也漂漂亮亮的 外面水族箱裡面 也有養很多活的海鮮啊 和螃蟹 餐廳出了一道菜 是炸螃蟹 因為它是炸的 而且旁邊又有養活螃蟹 我就不疑有它就拿起來吃了啊 吃飽飯吼 整個大過敏啊 臉整個浮腫 然後呼吸有點困 然後支氣管很腫脹那種感覺 一直咳嗽一直打噴嚏一直流眼淚 哇真的很恐怖 哼 原來啊 它那天那個螃蟹 不是從外面的水族箱撈起來的 可能是它冰在冰箱已經死掉的螃蟹 就是從那次經驗開始喔 我就下定決心 以後除非是我雙眼確認過的螃蟹 不然我一概不吃 太危險了 螃蟹死亡之後 體內的組織安靜累積的越來越多 那吃起來就容易引發過敏 還有肉毒感菌的問題啊 那有一些地方有那種生煙螃蟹 這個我個人是禁蟹不鳴 不論你是對甲克類有沒有過敏的 不新鮮的螃蟹 它過敏起來真的是非常恐怖 這個要提醒大家吃螃蟹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這件事情 好啦 那坊間吃螃蟹 大家最常遇到的問題 就是把螃蟹和痛風聯想在一起 那以下是我個人的食物經驗 和請教專業的醫師 在這裡推薦大家看一下 全癌症專科 江家俊醫師的臉書專業 我會把連結放在下面這個地方 單就普林來說 海鮮裡面的蛤蜊啊 牡蜊 相對來說有更高的普林 螃蟹在裡面啊 應該算是中普林的而已 那就算如此 飲食能影響的重點 不在於你吃了什麼 而是在於你吃了多少 我們打個比方來說 就好像有人減肥不吃甜食 但是非甜食的你去狂課 熱量一樣會超標啊 當然如果你是有痛風的話 請遵照專業醫師的意見 控制尿酸 來我們繼續看市場的海鮮 這很虎耶 這可以特別跟他講一下 你看他的 一公斤四十塊錢而已 你看他眼睛很亮 相當新鮮的這個眼睛 我以前在那個法國的 很高的 但是你看看 看他們賣這個啊 哦 哦 價錢差不多這裡的十倍 一公斤要五百塊錢 當然他們稍微大隻一點 這個感覺在那邊是一個 很好用的魚 你看後面一籃一籃 那個就是火燒一下 粉紅色那個 那像那種 那邊那個色澤就 老鼠斑 天啊 大隻老鼠斑 先度還很好 一公尺可能要兩間 像萊巴這種一看就是要野生的 那怎麼說呢 這種養殖很多 但是這種一看就是要野生的 它上面通常會有這種豬點 這個是鹽湖面魚 這也很好吃 它是十手一顆的 跟那個偶熬其實是同顆的 但是它卻很大隻 然後它的肉很細 那我們這裡前面有兩隻 上面那隻的 鮮度就比較好一點 因為它的感覺看起來就很僵直 如果我是選的話 我就會選上面那隻 像這個魚就等著要寄船 所以它冰會卡很多 因為寄船不像寄飛機要秤重量 而且寄船它的時間比較長 所以冰就要打得像這麼多 不然去運到台灣 已經凌晨了 凌晨到卡麻店的時候 或者是其他魚市場的話 就不行了 那它冰就要再打多一點 你看 這裡還有很新鮮的水蒸 哇好大隻喔 水鹹啊 生魚片很好吃 而且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下餓的喔 不是上餓 它是下餓的吐起來的 秋菇 這個很好吃喔 秋菇 但是它的肉質很細嫩 可是吃起來卻不會糊糊啊 魚肉竟然會略帶有一點脆口脆口的感覺喔 很Q彈啊 然後它的肉質很細 我個人很喜歡吃這個魚 秋菇 很新鮮 大家要怎麼挑呢 你看拿起來很堅硬啊 像是手機一樣 眼睛透亮 眼睛透亮 眼睛很透亮 這很新鮮啊 這邊你看這個 有些我才會帶點不通的 你不是坐 between 你知道嗎 對 要不要น穿了 你不是說 你不是說 還發生什麼 你不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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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叫做紅綠 這裡有紅紅的 跟那個青椎不一樣 價錢不一樣 甚至還沒進入那個薑紙狀態 你看 活肉的 好 大家如果來市場 看到這種 這個就是青椎 我們看到去那個十二廚 它所有的領椰 其實就是這個東西 應該就是這個啦 因為它不可能殺領椰 領椰都這麼大隻 而且價錢是這個禮貝 就去裸夾雕 它這有刺濃的 刺死的 這個就很不錯 它這種大隻的就會比較扁 小隻的就會比較貴 像後面那個 不過後面那個色澤比較不好 鏡頭拉虧給大家看一下 這裡有一些野燈的死板 這隻也不錯耶 這隻看起來很新鮮 很光滑 你看它在身上的痕跡都還在 我們看一下看一下 價錢壺 中膏 臉耶 這就是像是澎湖的名譽 紅臉 本來也叫做死老 可是我們這叫臉 黃色的 然後這裡有一位這個 法國人吧 他現在澎湖開餐廳 不知道他們有沒有辦法溝通 現在頭頭開始漸漸在抓了 其實像這種鮮度就很好 你看它那個皮膚還有這種 厚的這種螢光啊 身體摸起來很結實 其實真的不錯 好 我們這個月的月底 即將就要出發 全網拍攝全世界的市場喔 如果你還沒有追蹤我的IG的話 上面會有最即時的訊息 這一趟拍下來 大概有兩個多月的時間了 現在還在評估經費當中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感謝大家的支持啦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